你们没有任何人回应我 我在要求我的公民权利 我要进入房间的时候 要进入大门的时候 你们所有人排队站 拿正牌来敌我 我的手上 我的身上 都有被你们推倒在地上的痕迹 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 包括您 也是现在刚刚才露面的 对还是不对 不让我进入营区 你们说我没有进入营区的营房证 有没有人问过 有没有失误证 我报警就有失误证 凭什么不让我记 当时我都是说了 你们是非法入室抢劫 非法入室抢劫 所有的后果你们要承担 请问您怎么回应 这个要谈怎么 要在这块 那我在哪里谈 我们星期一才跟你们谈过 不是吗 才跟你们的孙副主任谈过 让我们再提交一个说明 把你们不知道不了解的 博物院机委下发的文件 一条条告诉给你们 我想问你 咱们就是到派出通 或者是到办公室 我就在这里谈 我还在等我的媒体记者到来 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邀请了我的外国媒体记者来这里 报道我们人民子弟兵 两个维护的实际情况 我也问了你 能不能接受这个承诺 你们能接受 不是吗 那我们就在这里谈 你们可以在三里团 你都清了我的房子了 你都已经非法清我的房间了 你还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 你这已经是非法入室抢劫了 你还跟我讲合适不合适 你觉得你这话有理吗 我刚才也强动过很多次 我也是退役军官 我是说话人民共和国的尚未先退役 我先生两次为国 两次拿三等功 你们这是这样的吗 他有没有讲理的地方 就是这位站在门口的穿着蓝色衣服的人 刚才说我是自取其辱 自取其辱 他连法律都不懂 还好意思说我自取其辱 让我负责任的告诉你 您是郭雄一毒 郭雄一毒 我是军人 你连法都不懂 如果军队执法人员都像您这样 这个军队才完了 打什么台湾 保卫什么祖国 军队才完了 刚才我在这里哭诉 有路人帮我报警 这是真的 因为他们